早晴 好上次我們講了 用兩條同類的曲線 去為一個r2中的一個domain 那對這樣子的domain來講呢 在微積分裡頭 我們事實上是知道如何 去把它的 double integral 求出來的 所以底下有兩個定理 是分別對那個 那個 y 的 f 的曲線 跟 f 等於 f 的曲線 它的 double integral 應該怎麼算 所以 omega 是兩條同類的曲線圍出來的 domain 好 那這時候這兩條曲線是用 那個函數 f 的 x 來圍的 av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用的符號不用 f 的 x 跟 g 的 x 我們用的是 phi 1 x 跟 phi 2 x 好 那這個上次已經說過 ok 也就是呢 你考慮 y 等於 phi 1 那個 of x 跟 y 等於 phi 2 of x 那兩條曲線 它的函數圖形 在那個 r 2 裡頭所為成的曲線 是吧 這個我們說過 對吧 則呢 現在呢 如果說呢 你有這樣的一個曲線上的 一個連續函數 則呢 寫到下一行好了 在這個 domain上的 這個函數它的 double integral ok 就可以寫成一個同積分 就可以寫成一個 兩個 連機兩次的定積分 好 這是定理 1 然後呢 定理 2 是另外一個 type 的 所以我把它同時寫在這裡 所以假設這個 這個 omega 呢 是另外一個 一類的曲線所圍出來的 domain 在這個地方呢 這個曲線是用 y 變數的曲線 所以這個是介於 c 跟 d 然後這個函數呢 就不用上次那個 fq 塔 跟 gq 塔 我們用 psi 那個 1 跟 psi 出來表 所以這是 s 等於 psi 1 y 的這個曲線呢 跟呢 s 等於 psi 2 y 的這個曲線 在 R 2 裡頭圍出來的一個 domain 那現在呢 如果說呢 你有一個函數 在這個 domain上 它連續 則呢 這個 double integral 呢 這個 double integral 呢 over 這個 omega 那它可以呢 用算兩次定積分來算 這時候這是 c 這是 d 然後 psi 1 x psi 1 y 那這是 psi 2 y f of x 抱歉 上面這個地方寫錯了 這是 d y d x 這是 d x d y ok 我有這兩個 兩個定理 那這兩個定理其實是同一類定理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把它一起描述下來 是因為它的那個結果 還有它記憶的方式呢 事實上是一樣的 好 總而言之呢 這是兩條水 比較接近水平線的曲線圍出來的斗媚 這是比較接近垂直的曲線 所圍出來的斗媚 那圖形呢 上次之上已經畫過了 ok 為了方便起見呢 這是 phi 2 x 這是 y 等於 phi 2 x 這個是 y 等於 phi 1 x 然後每一個 x 呢 它的 y 座標在這裡 所以以 S 為 S 座標的 然後 y 座標介於這兩個之間 在 R 2 上呢 所畫出來的點就是這條線段 那你讓 S 在 ab 裡變動 所以這些線段所畫出來的 domain 這個就是我的 omega ok 所以這是 然後呢這一類呢 曲線呢 一樣 所以這個只是上次來不及講 ok 所以我們在這上面有兩條曲線 這個是 x 等於那個 phi 1 y 另外一個呢 這個是 x 等於 phi 2 y 然後每一個 y 呢 它的 x 座標介於這兩個之間 在 R 2 上畫出來的點就是這些點 然後你讓 y 變動就是這一些線 它的所連結呢 這就是我的 omega 所以這是 omega 所以我有兩個不同的 不同種類的 omega 取決於你是怎麼樣的曲線 去圍出來的區間 好 對這兩類的曲線他說了 這個 double integral 呢 會等於這個 a 先 會等於呢 你先積 y 然後呢 把這個函數對 y 積分 積分範圍從 phi 1 到 phi 2 積好之後呢 帶直進去之後 這個地方沒有 y 的 只剩下 x 然後你再把這個 x 變數 對 x 座的積分範圍 從 a 到 b 同理 如果是這一類的時候呢 那你就先把 x 積起來 積起來之後呢 你再把 x 帶入這兩個字 剩下的部分就是 y 變數 然後你再對 y 變數做積分 從這邊到這裡 然後這兩個 因為這兩 這個原來這二變數函數 f of x y 是連續的 所以 anyway 他對 x 變數來講 跟對 y 變數來講 都會連續 這都在上次我們講那個 over那個長方形的時候 積分的狀況完全一樣 所以這個等式的成立是 就是說這兩個定 你做兩次積分在連續上 不會有問題 至於這個等號為什麼會成立呢 這個證明我們留在高維在這 好 現在我的問題呢 在於各位同學 我該如何去記憶這個等式 這是我這邊的問題 ok 那這個寫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他記憶的方式是一樣 ok 這兩個 domain 其實都是用兩條曲線來圍住的 是嗎 只不過是怎麼樣的曲線 一個是 y 的曲線 一個是 s 的曲線 ok 然後他在這個裡講講 如果這個是 y 這是一個 y 用 s 表的兩條曲線 所為出來的 然後呢 你在這過程當中 他就說那你先機誰 y 也就是如果你 y 變數是 你的表法中是 y 曲線 是 y 用 s 變數來表的 也就是 y 是 s 的函數 對吧 然後背表的那個變數 你就先機 然後你看這個地方是 這個第二類是 你用的是 s 等於 y 的函數 所告出來他的圖形 所構造出來的曲線 對吧 所以 s 是 y 的函數 ok 所以 s 變數用 y 來表 所以在這下面的時候 他先機 x 再機 y 所以總而言之呢 你曲線不是 y 用 s 表 就是 s 用 y 表 ok 背表的變數要先機 機好之後再 表那個 ab 等我再講什麼 好所以呢 那至於呢 s y 的 你先機 y y 的範圍在哪裡 y 的範圍在 這兩個之間 所以當然你機的範圍 是這兩個之間 所以 y 用 s 來表 所以這個地方 表的範圍 當然是用 s 表 最後再機 ab 同理 s 用 y 表的時候 你這個帶入的時候 fi 1 跟 phi 2 是你這兩點 之間的範圍 然後 y 介於 c 跟 d 之間 所以這兩個也不會有問題 所以 anyway 我們考慮了只有這一類 也就是呢 某個變數被某個變數 所決定的兩個曲線為出來的 那被 被表示的變數呢 就要先機 然後再機另外那個變數 好 所以這個定理 我相信各位同學就記住了 ok 那這個定理 只有對這一類的 domain 才能做 如果他不是這類的 domain 那你就不能這樣算 也就是說對這樣的 domain 來講呢 double integral 可以換成兩個 你可以用兩 算兩次定積分來 來算 repeated integral 來算 或 iterated integral 來算 好 那這個章節呢 其實就講這個這兩個公式 這公式講完呢 這個章節結束 好 那所以底下呢 就給你一個例子來用 ok 把這公式用出來一下 好 所以第一個例子呢 是這樣 那他有一些變化形式在習體裡 你自己去做 總言之這公式講完了 然後你可以發現在這個地方呢 速度都會很快 原因是呢 我用的工具都是用定基分來算 至於定基分怎麼算 那是屬於上學期的事情了 所以呢 一旦我只要告訴你這東西怎麼算 那這個過 然後 只要那這個算 這個計算的內容就結束了 然後我無懼再重新去教你 如何做定基分呢 所以這個只是把上學期的定基分拿出來用 至於要怎麼用 是他的內涵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要注意的是 學期如何用上學的東西 來算這學期的東西 好 所以這個題目是這樣子的 我畫得不是很好 Anyway 這是y等於s平方 這是y等於負s平方 然後呢 我們取的範圍是負1到1之間 好 那 所以這是負1 這是1 斜線的部分是我的omega 好 那現在 我要計算呢 W ethical 至於呢 那函數連續一般來講 你一看就知道 他從這個表法裡頭呢 他就可以告訴你 OK 他要你去算這一個 請算 這個題目是說 其實這個double indigo怎麼算 取決於你這個domain 對吧 因為他牽涉到你domain 要去做細分 所以呢 好的domain跟不好的domain 他在算的時候 根據那個的算法 他有極大的 的那個 因為他是用他的partition 他的low sum的極限 uppersum的極限 那不管 不管你後來是把s10成長方形 或不長方形 事實上那個 那個東西本身最後呢 還是跟這個omega 有極大的關係 所以呢 什麼時候能算跟我這個區 這個omega的長相 是有關的 這個定理剛剛已經說過 不是所有的omega 我都可以找到他的計算公式 對吧 對吧 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形狀 我可以找到他的計算公式 就是他必須是兩個同類的曲線 所圍住的區間 然後你就他是哪一類的曲線 去做我計分的順序 對吧 這就一開始已經在講 我考慮你omega的曲線有很 他圍住的形狀非常的多 但是呢 最簡單圍的時候 就是用兩條曲線來圍住他 不是我們在上堂課的時候 一開始就講了嗎 OK 那那個就是我整個 整個的研究過程中最重要的東西 所以你每個地方 你那個 至於你在組裝東西 你不能把我的內容丟掉 你丟掉你就沒法組裝了 所以我事實上一直講內容一直加一直加 你要一直的組裝 一直的組裝 組裝到最後我得到一個結果 但是也不是最後那個結果 你要知道我怎麼組裝 從第一步到最後一步 所以這個東西最重要是 你要去把它看成 他是拿兩條同類曲線 所圍住的區間對吧 那一旦你能夠看出的時候 定 那不是用定理一就是用 定理二了 然後定理一跟定理二是同類的 OK 只不過因為你圍住的曲線有兩類 一個是y的曲線 一個是s的曲線 然後反正呢 被表的變數要先 先做積分 所以這兩個記憶的方式 事實上是一樣 可是你為什麼要分開寫 我不得不分開寫 因為這兩類的時候 他表法上不一樣 所以我積分的順序會不一樣 所以我沒有辦法說我想了他 我不講他 因為不講他的時候 那就是這類曲線 沒有積分的公式 那顯然不是 對吧 OK 所以這一類有這一類 這兩個是同類 所以他都能算 所以我必須把他的計算方式列在這裡 計算方式列在這裡 OK 可是你可以發現他的結果是一樣的 可是呢 我沒有辦法用他取代他 用他取代他 所以在這個題目呢 你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去把它看成 他是否是兩個同類曲線 所圍租來的 什麼叫同類曲線 上次在那個筆記 我還特別用文字寫下來給你看 就是要你帶回去 因為那是很重要的思考體系 否則我就用嘴巴講過去 第一個 他必須是兩個有相同定義域的 函數的圖形 所以我的曲線不是亂取的 他必須是函數的圖形 對吧 然後同類的意思是他 這兩個函數他是具有相同定義域的 OK 好 所以呢 那個是細節的部分 所以你可不可以看出呢 所以但是大致來講 你可不可以看出他是哪兩條曲線 所圍住的區間 那你如果是就這觀點來看 你一定 馬上就選取好 他顯然是這個 這個凹的跟這個凹的夾住的 圍住的部分 夾住的圍住或夾住 所以你用詞句 對吧 所以你就很難 應該就是這兩條曲線 然後你再去看看他是否同類 如果他同類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定義域是一樣 也就是說呢 那你怎麼找定義域 我給你函數的圖形 你怎麼找他的定義域 我給你函數的圖形 你怎麼找他的定義域 什麼叫圖形 基本上就是他 基本上是懸在他的定義域的上面 OK 他只是依另外一個垂直方向去做變形 所以從直的變成彎彎曲曲 可是他的他是上下做變形 對吧 然後呢 所以基本上他會懸在他的定義域上面 對吧 每一點垂直做變形 所以你要回到他原來直的的狀況 那你就是把他直接放掉 讓他直接疊 疊到桌子上來講 也就是說 疊下去一直就 也就是說你直接做垂直 投影到他的 他的定義 到他定義 那顯然這個是一個y等於x的函數 所以他的定義應該是x 他y倍x表 所以他定義應該是在x對吧 所以你直接就讓這條曲線 投影到 軸上 還有這條曲線投影到軸上 你看他投影的 投影所得的結果是不是一樣 如果一樣 那他有相同的 定義域 所以你可以發現呢 他懂我在講什麼 所以他的定義域呢 取一個 你有一個圖形 你怎麼找他的定義 那就是做垂直投影 那當你要投影到哪裡 取決於你是 誰的函數 如果他是y的函數 那你應該投影到y軸 對吧 所以這個地方 你要自己去找 這個取決於你是哪一類的曲線 那顯然在這裡 你這個曲線已經寫在這裡 這是x的函數 這是y的函數 所以你要看成 那他的定義域呢 這就是他的圖形 所以定義域應該就是-1到1 所以你發現他應該是同類的 對吧 那竟然如此 你已經找出來了 那那個定義可不可用 可用 他是屬於 兩條同類曲線所圍出來的 那我那個定義可用 誰先機 背表的變數要先機 這是y是s的函數 所以y被s所表示 所以那個y先機 所以外面一定是寫x s的 然後所以外面是s的範圍 然後你去看-1到1 然後呢 負x平方 負x平方到s平方 然後他的範圍 如果你不太會看 還有另外一個看法 定義域現在是在x的 所以你 這是我的定義域 你在上面取一個x 你畫垂直線 對吧 就是當初我們知道是先畫線 如果你不知道的時候 你在這邊畫 你會發現他是從這個y 到這個的y 這個y是-s平方 這個y呢 他落在這個函數 他滿足這個equation 這個y是s平方 所以這些點他的y坐標 介於這點的y坐標 到這一點的y坐標 所以是-s平方到s平方 那或者你已經知道他所夾了 你直接從這裡去看也可以 總而言之這個 真實一直在 所以這個地方裡頭就照抄 對吧 但是這個地方你不能照抄 這個地方你要配上你的順序 先機 y 所以是d ydx 好那底下你就去积了 好請坐 我們一起积吧 這個是gy 所以第一項得 s4 射方y 減掉 y平方 取值在 yy y- 因為你有兩個變數 y等於-s平方到y等於s平方 如果你直接講-s平方到 嗯 y等於-s平方到s平方不是嗎 還沒有寫完 我的意思說 如果你現在呢 直接只寫-s平方到s平方不是不可以 可是你的習慣沒有養成 原因是你有兩個變數 到時候你帶誰進去 會出一個問題 OK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變數要寫下來 再寫dx 所以再來是-1到1 好 所以你帶入 先帶上 所以第一項得 帶進去 你已經說帶了 所以s的6次方 你絕對不會寫說s4次方乘上s平方 那這樣太慢 因為這一步已經講帶入了 所以帶入已經告訴人家要帶了 OK 而不是要跟我在講什麼 如果我下一步要告一的時候 那我就不能去做化減 可是帶入那個地方已經在這裡 已經講了 所以既然如此 那個這個地方就可以順便化減了 減掉多少 S平方帶入 s4次方 負負得正 所以是- s4次方 dx 我沒算錯吧 等一下 等一下 還沒有寫完 這才是第一項 好 再減掉第二項 -s6次方 -s6次方 -s4次方 dx 這兩項對消了 所以你就會得到-1到1的兩倍的 s的6次方 dx 所以7起來是3分之1的 s的 不對 7分之2的 7分之2的 s7次方 帶入負1到1 所以是7分之4 OK 這就是我的第一題 好 所以這個題目你就發現 其實還滿容易的 OK 這個本來就是 只是在告訴你怎麼算 所以你只要會用 那內容就變得很簡單了 OK 然後再來是 所以 再來是這樣的一個題目 所以這一題呢 這是y等於1 這是y等於x 那這是s等於-1 然後我的domain是這一塊 然後呢我想計算 sy-y3次方 當然我在這個地方呢 給你算的題目都比較簡單 因為我沒有辦法在課堂上 花太多時間讓你算 請 你要把它看成是兩條同類曲線 所圍住的區間 好 找到了沒 你要去量看 所以你要去看 欸 他是哪兩條曲線 同類曲線 那如果同類可以先不管 他至少是哪兩條曲線圍住的 在這個地方呢 事實上你會覺得有兩種選曲 但事實上只有一種選曲 如果你把同類放進去 只有一個 你會覺得 那這兩條夾住的不是嗎 那不是 這兩條曲線 他的定義域是不一樣的 一個定義域在這裡 一個定義域在 投一一下還是他定義域 這不是同類的曲線 因為他有長 他的長度不太一樣 我所謂的長度是 他的定義域的長度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這兩條不會是我同類的東西 同類的東西一定他有一定的 他的頭 他的垂直投影部分一定要一樣 所以你只有一個曲法 那就是誰 這叫做你真懂的 不是隨便鬼給我看 那你的同類跑哪裡去了呢 那只有這個方式 只有這兩條 這兩條夾住的時候呢 他說他是同類的 為什麼 因為他的定義域投影下來是這一段 這一段的定義域 往這邊投影也是這一段 所以這兩條曲線 他有相同的定義域 好 所以呢 既然如此 OK 已經看出來了 他是 是吧 他是兩條同類曲線 主圍出來的 所以那個分解的 那個定理可用 你只會用 OK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他說誰先機 代表了先機 對吧 這時候這個曲線是怎麼樣的曲線 是Y的曲線 還是S的曲線 是S的曲線 是S等於Y點點點的曲線 所以S先機 Y後機 所以外面寫Y的部分 Y的定義域從 你自己投影 0到1 所以這個地方 0到1是你自己算出來的 OK 當然你可以這個地方 自己給他備註下去 然後在積分是多少 在積分是S的範圍 你是介於這兩條之間 所以這一條是S等於-1 這個是S等於Y 你是看成S背表的 所以S是我的主角 S等於-1到Y 到Y 這是我的X 然後呢 多少 SY-Y3次方先機 DX再機 DY 這個積分 我就不想再寫了 OK 這個在上一次的那個 長方形的時候 做過很多了 我無需在這裡做 好 最後在這個地方呢 這一類的題目 最後一個 把握機會 至少要做出第三個來了 總不能三個都在聽嗎 那你第四個呢 還要繼續聽嗎 好 再來 Evaluate這個Double Indigo SY-DX-DY 然後呢 這個題目是這樣 惠爾呢 這個D呢 Is the Rigid 這是同一類的題目 Double Indigo 最後一個 那我這張機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但它不是 不是這個類型的 Bonded by The Line Y等於 S-1 還有呢 跑五線 Telobottle Y-1等於2S加6 好 請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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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obottle D-1 Telobottle 好 怎麼樣 圖號 好了沒 D-1 Telobottle D-1 基本上大概是這樣 這是y平方等於2s加6 然後這一個是 那個y等於s減1 好吧 我這個圖畫的怪不管他 所以y等於s減1在這裡 好 所以這個圖形是說這兩個所夾住的 所以這是我的ω 這是我的d 謝謝 好 所以這個d 我剛剛那兩個部分都沒有把它 真的先數學先表示出來 我在這個地方表一下 這個d呢 ok 還是要把它看成是兩個同類曲線所圍住的 好 哪兩條曲線 你把它看出他是哪兩條曲線圍住的 那很明顯一條是這裡 一條是這裡 那因為他有共同的焦點對吧 所以當他做投影到s軸還y軸 投影到y軸的時候 因為他有共同的焦點 所以他投影下來的y軸的時候 一定是具有相同的定義欲 所以這個地方呢 應該是兩條比較接近垂直的 這曲線所圍住的 好 竟然如此 這個d呢 是兩條y定義出來的曲線 也就是 s等於某某y的曲線 y的定義欲介於 那你卻會發現 那我需要這兩點的焦點 所以在這個題目你要寫d之前 你要先解他了 所以你的 你要去解2s加6 不對 你要去解那個 y等於s-1對吧 帶路先把這兩個焦點給解 解出來 你知道辦法求定義欲 所以s-1的平方 等於2s加6 是吧 ok 然後呢 就會推的s等於多少 5-1 然後就會推的y等於多少 4-2 4跟-2 所以呢 你的定義欲介於 -2跟4 我現在先把d表出來 ok 那 然後呢 後面 後來請講 s介於 2分 哪一條曲線跟哪一條 哪一條線哪一條後 那你就這邊畫一個 y做一條線 應該是這個到這裡 所以是這條曲線先 這條曲線 後 那條曲線 那是多少 2分之1 y等於 你要得的是x等於多少 對吧 所以你自己移項就變成 2分之1的y平方-6 同意嗎 對 再來是多少 y加1 是y y等於x加1裡頭找出來的x對吧 所以是y加1 所以這個d事實上 圖形上我剛剛都沒有表 事實上都是可以表的 ok 所以因為d可以d是這一類 所以原來的這個double integral 根據定理就可以拆解成 第二個定理來講 ok 多少 負2到4 2分之y平方-6到y加1 然後sy ds dy 好 這個 往下移我就不移 你自己去移 好 但重點是我做了什麼事 然後呢 我的做法是不是你的做法 那這個做法呢 基本上呢 我的口語才是真正我做法 那是已經寫下來的結果 所以你很難從解下來的結果 知道我到底做了什麼事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一定要知道 ok我到底做了什麼 好 或者說呢 這個已經寫在那裡 告訴你我用了哪一個定理 所以這個d 是我定理的那個原始型 好 底下最後這個部分是這樣子的 好 另外一個類型 除了叫你找double integral的時候 跟這邊的體材有關的是算體積 所以下一個地方是 phile value of the tranhedral tranhedral是三角椎的意思 但anyway 這個字如果你不認識沒關係 後面他一定會告訴你 你一定猜得出來這個東西是什麼 anyway這是三角椎 他叫你去找這個東西的體積 然後呢這東西是什麼 他後面會跟你講他 這個三角椎是 後面是他的 他的東西 這個三角椎bounded by 下面這四個平面 by the planes s s加2y加z 等於2 s等於2y 然後s等於0 跟y等於0 然後這個是 一圓一次多向式 所以這個我們知道 他在r3裡畫出來都是平面 這四個平面圍出來的三角椎 他要叫你求體積 請 首先呢先來說一下 這個題目是叫你求一個體的體積對吧 三圍的體的體積對吧 為什麼三圍的體的體積跟我的 這個部分所講的內容有關呢 OK 你必須要跟體材拉關係 他是從體材出來的問題 我才有辦法用體材來做他 如果不是我體材內的東西 那我這邊所學到的工具根本用不上 所以為什麼一個體的體積 跟我的體材有關 我這邊講什麼 我真講的是double integral對吧 怎麼算那是公式跟我無關 但是我這邊的內涵就是在講double integral 對吧 OK 所以重點不在於double integral怎麼算 重點在體積為什麼 跟double integral有關呢 對吧 這問題你竟然講不出來 我覺得非常訝異耶 double integral是一個二維二變數函數在某個區間上做 在r2的某個區間上做積分對吧 他是他體積 他有一個圖形上的意義對吧 就是那個函數的圖形對吧 跟他sy是講的比較大 對跟sy平面是講的比較大 事實上就是跟他的定義域那個omega所夾的 廣義體積 所以他真的是體積對吧 如果你要求體積 你就把那個函數取絕對值對吧 欸你的口語講不出來 我真的覺得你到底在學什麼 這個很可笑喔 是吧 這東西講不出來是我的問題還是你們的問題啊 簡單是你們的問題 這個東西而且在長方形的時候寫過一次對吧 定義域是長方形寫過一次 然後定義是omega 所以又寫過一次是吧 所以他是那個 所以他可以看成是一個廣義的體積 而且他那個是那個y等於f的s對吧 所以也就是那個函數的圖形 函數的圖形本身是一個曲面 跟sy平面跟omega所夾的體積對吧 所以事實上 所以這個東西呢 他要用double into來看 那你必須想辦法把他給看成是 某一個函數的的那個圖形 跟他的定義域所夾的 體積所以是哪一個函數 定義在哪裡對吧 然後呢他的圖形跟sy所夾出來的體積剛好會夾成 這個他夾住的那個體剛好會是這個三角錐 所以他的體積就可以用double integral來算 至於是哪一個函數 定義在哪裡怎麼夾 會是他所以牽涉到你必須把這個三角錐給畫出來 你必須去看他 你才能看出他是哪一個曲面跟sy平面所夾住的體積 所以所有的東西double integral跟 triple integral都是牽涉到畫圖 因為你要去把他看成你所想看的 你如果不去把他畫出來你無從看 所以第一個你必須把這個東西畫出來 所以他的 所以他的理論非常容易 可是易用起來呢 各位同學 例子做到現在 你應該發現他處處牽涉到畫圖 OK 就像呢體積一定要畫圖 就像你這個double integral也一定要畫圖 這時候他畫的不是那個體積圖 他畫的是你這個定義域對吧 你應該要怎麼看成兩個同類曲線 OK 所以你這個d沒有畫出來 我怎麼會看出他是哪兩條同類曲線呢 OK 所以呢 怎麼看牽涉到你必須看到他 那你要把d畫出來 這個題目更進一步 OK 他根本的函數也不給你 你自己去把函數看出來 你的定義域自己去看 然後你把它看成是 他夾住的這個東西是他 所以牽涉到第一個三角錐先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你去看他 OK 對他應該是哪個函數定義在哪裡 然後呢 他會是該函數的圖形跟他定義域所加的 那個立方體 然後你再就算他的體積 所以牽涉到你要畫這個三角錐 那這個部分就是他真正內容的部分 他的理論非常容易 可是他有很多事情是你自己得去做的 那這個這些事情都牽涉在理論的內涵裡頭 因為理論說你可以這樣看 你可以這樣看 你也可以那樣看 所以到底要用怎麼看 那你自己要去把那個看法給鋪塑出來 那個鋪塵出來 這是他真正內涵的部分 好 這個是一個平面 這是一個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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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在於這裡要怎麼畫 你四個面要畫出來 當然你一定是從簡單的開始畫起 好 S等於0這個面是容易畫的 對吧 就是YZ平面 所以一個面已經在這裡了 Z等於銀浪是 是SY平面 SY平面 一個是這個面 一個是這個面 然後再來呢 這兩個面哪一個面容易畫 S等於2Y容易畫 所以如果你各位同學 你不會畫圖的同學 你要特別聽我在跟你講 這邊要怎麼畫圖 因為這個重點在於 你不會畫圖 你的第一步走不出去 不是你理論部分懂不懂 是你沒辦法執行 再來是S等於2Y對吧 S等於2Y這個面怎麼畫 S等於2Y這個面容易畫 是因為它跟Z無關 所以一般來講 你先在Z等於0那個面上 畫出S等於2Y那條線 然後呢你再讓Z 那條線沿著Z軸上下移動 所以事實上你先定出一個Z 這個地方意思就是說 Z區怎麼樣都可以對吧 那Z區怎麼樣都可以 但S等於 所以呢既然如此 那一般講最容易找 那先把Z定成0吧 也就是說先把它看成在SY上 在SY平面上你畫S等於2Y 好所以S等於2Y是這條線 隨便畫 沒有一半我畫的不是很好 S等於2Y 好這條線好了 這個S等於2Y 隨便的還 我必須還要再彎一下 這是S等於2Y 對吧 在這個面上有一條這樣的線 對吧 在這個面上有一個這樣的線 S等於2Y 然後你現在讓這條線 沿著Z軸 他一定過Z軸 他過遠點我畫的不好 然後上下的移動 所以有一個軸 所以換句話說 Z軸是他的一條線 這是他的一條線 所以這兩個展出來的面 所以有一個面是這個面 對吧 是吧 所以你就是這條線跟這條線展 所以這個有一個面在這裡 所以這個面就是S等於2Y 所以各位同學你現在有哪一個面 這個面還有底面還有這個面對吧 還有一個是斜的這個面對吧 再來這個怎麼畫 三點決定一個面 所以既然如此 你去找這條線 這條線跟這條線跟他的焦點 然後那個三條 然後你再把他給畫出來 所以你可以把 所以這條線跟他焦於 好 所以這個面先暫時 所以這個東西跟他焦於多少 好 所以我掃這三條線去跟他焦 這個跟他焦於1 2分之1 0 這個跟他焦於010 這個Z軸焦於002對吧 好 那就是過這三點所決定出來的那個面 好吧 那就是很暈暈就是這個面 這個面 這個面 這三點決定的面就是這個面 OK 你說沒想過 現在我已經在告訴你 所以你要這樣想 所以這個面 這個面就是 S加2Y加Z 等於2 好 四個面出來了沒 出來了 一個面在 這三點決定出來的面 所以這個面大家看得很清楚 還有一個是 S等於2Y跟Z S等於2Y跟Z軸所夾的面對吧 所以有一個面在這裡 你看到沒 對吧 還差兩個面 還有一個是 那個底面 底面是一個 還有一個面是 後面那 黑板面是 後面 後面面是一個對吧 黑板面是Z軸跟Y軸是那個東西 所以一個面在這裡 一個面在這裡 一個是黑板的 這個面是斜面 不是黑板面 這個面是這三點的斜面 對吧 所以一個面在這裡 一個面在這裡 一個面在底部 這三角形的這個 還有一個面是 黑板的 它所在的那個面 看到那四個面了沒 所以這就是我的角錐 三角錐 現在才把它畫好 下面是 是你要把這個地體 這個體看成是 某一個函數對吧 跟它定力域所夾的體 對吧 然後函數有三種 一個是Z等於F of Sy 這時候呢 也就是說呢 這個體 這一個圖形應該是懸在Sy平面上 所以應該是一個Sy平面上的 的東西跟它上面懸在的體 懸在的一個面的夾 的所包的 還有一個並不一定說 一定要Sy來表對吧 你也可以是Sz 這時候是y給它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的定義域是在Sz 所以呢 你的曲面呢 應該是浮在它上面 對吧 所以這邊有一個曲面跟它夾對吧 那你也可以看成 你也可以看成是S等於F of Yz 這時候呢 是Yz 然後跟它懸在這邊所夾的 OK 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呢 原因是Double Integle 跟它變數的取法無關 我們現在一直都是用SyD Svy對吧 誰說一定要Sy 你能不能用Yz 可以啊 你能不能用Sz 對吧 所以呢 換句話說你看成體的時候 誰說一定要是這樣看 你也可以是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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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上下看 前後看 還有可以左右看 只要你能夠看出來 那哪一個容易看你就用哪一個來 來看 在這個地方 你要上下看還是前後看還是左右看 應該不是都可以 有一個是比較容易看 應該是上上下 如果是上下是哪個面跟哪個面 因為它 那就是上 如果你要上下看 上下看是比較容易看 是哪個面跟哪一個面 也就是一個是上一個在上面的面 一個是在Sy的面 所以你只有兩種 一個是Sy平面跟它懸在上面 還有一個是Yz跟它懸的 一個Sz跟它懸的 所以懂我在講 你不是這樣看 就是這樣看 就是這樣看 OK 很明顯你會這樣看 對吧 然後這樣看的時候 上面的那個面是誰 那就是這個斜面 那就是這個斜面 這要你自己去看 你能不能看出來 那就是這個斜面 對吧 然後它的定義域是誰 就是它跟Sy所夾的 對吧 所以一般來講 其實你要問它 它跟Sy夾 也就是我真的不是要Sy平面 是Sy裡頭的定義域 你就讓它做 投影 還是求投影 因為它懸在它上面 Sy是沒有問題 但是Sy不會每個Sy都用到 所以它的定義域呢 事實上你是在Sy面看 但是取誰呢 不用想那麼多 就直接做 投影 投影到哪裡 這個點投影到這裡 這個面全部做投影 你就會發現 你去做投影 注意投影是這樣投 直接往下投 你會發現誰啊 你自己去看 這個東西都要你自己去看 這個不是我講的算 因為題目到的時候 又有另外一個題目 你自己去看 那應該是這個三角面對吧 黃色懸在這個紅色的上面 OK 所以是 所以每一個都 每一個點它就通通 嘟嘟嘟嘟到那個前面上就對了 好 所以呢 從在這個地方呢 這個函數 OK 這個應該是看成函數 然後因為底下是Sy對吧 所以這個應該是寫成 Z等於F of Sy 因為你已經確定變數是Sy 所以一般代表 你的另外的變數一定寫成Z 然後這個F of Sy取成誰 你已經確定 這應該是我那個函數 F of Sy的圖形 所以F of Sy是誰 所以現在是 那個問題也還沒出來 多少 那因為你是寫成Z 等於F of Sy 所以我為什麼要寫成它 的原因就是 你這樣才有辦法 從這裡question寫成你要的 所以也就是你把Z用Sy來表 所以你把這個equation 它滿足了equation的Z 一邊其他的一邊 所以就變成是2-S-2y 好 定義於Om應該是這裡對吧 所以這是紅色的部分 是我的Om 那這個Om因為它的Sy是這樣 它不是一個正 我們Sy平面的那個正版對吧 所以一般來講 在你做之前 我會建議你一定要把它擺正 也就是說這個是R3的畫法 跟你Sy平面的畫法是不一樣的對吧 當初定義於是定義在R2裡頭 圖形才會畫在R3裡頭 所以你的定義事實上是畫在平面 並不畫在R3 而你這個東西是從這個裡頭去直接篩檢Sy 可是它的畫法是以Sy來畫Sy平面 所以它不是擺正的 所以你很容易看錯 為什麼 因為等下你算double一個的時候 你還要把那個D Om還要拆解成兩個曲線所為的 OK 那就牽涉到你怎麼看 OK 所以呢一般來講我會建議你 你筆記上備註 你的這個東西應該要把它擺成它自己的Sy 也就是你把它擺正對吧 那3點 000、010跟 12y 所以你把它擺正 嗯 000、010跟12y 所以擺正的時候是它 這時候 抱歉 已經畫成Sy平面 所以Z軸是不畫的對吧 所以00跟 12分之1跟 01 這是我的那個圖形 還有呢 等我在講什麼 既然如此 這一個 這就是我的Om 所以呢 這個體積 第一個 根據我們內容的體積 這個體積應該怎麼表 這個預備工作都好了 現在真的是要把結果列 列出來 這個地方你不列 你就剛剛那個東西都是白做的 就是 double integral over Omega 2-S-2y DsDy 這列時你是列的 怎麼列出來透過剛剛那一連串 至少20分鐘 所以現在你做一個題目要畫這麼久的時間 不是那個定理你不知道 而是從頭到尾 就是這樣的時間 為什麼要這樣的時間 第一個畫圖分解到列式 算完了沒 還沒 還沒 這根本還是我的定一個步驟 連算都還沒有開始 起算 再來 這個 要開始算 所以我要去拆解 Omega 所以你圖形當初為什麼要畫正 好這個東西 Omega在這裡了 所以你要看成什麼東西 哪兩條曲線 哪兩條曲線 那應該是這一條跟 這一條是嗎 是嗎 是嗎 嗯 剩這一條 然後這一條是什麼 這一條是S等於2y 這一條是S等於2y 那這一條呢 這一條事實上是這個面 對吧 跟Sy平面所夾的 跟Sy平面所夾的 所以你就是把這個東西跟Sy平面所夾的 的交集 Sy平面就是Z等於0 所以你帶入就會得到 所以事實上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就是這個equation跟 對吧 跟Z等於0 所以事實上算出來的就是 你要畫在這裡也可以 畫在這裡也可以 這個就是Z等於0 S加2y等於2 畫到這裡也是S加2y等於2 OK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我的Omega事實上 用數學來表的時候 好 請 S介於是這兩條所夾的 定義域就是 這兩條線投影到 S軸 這一條線投影到S軸 Anyway 簡單講就是 1 2投影到 S軸得到的是 1 所以是 0到1 然後Y介於 這條線的Y到 這條線的Y 所以是 1 2分之1X到 2 2分之1X加2 1到1 2 2分之1X加2X加1 我會寫 對嗎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因為這件事情 Anyway 所以積分得勤 0到1 2分之x到-2分s加1 積2-s-2y 先積誰 dy dx 你算完了沒 還沒 你還要繼續往 往下算 各位同學 這叫做這一節的體材 這叫做微積分2 的積分 double integral 這個章節講完了 請見 洗一提 17.3 我們考到這裡 3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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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